接下來呢 我想這張圖片 我舉個例子 我再按這十二瀏感一下 嗯 我按到了 好 好 這張圖片 我的覺得 比如說我覺得這 這張圖片貼這裡好沒質感 第二個 這個 有些時候我縮小一點好了 我覺得這個字怎麼那麼貼這張圖 有壓迫感 我想要把它 字跟圖稍微有一點距離 隔開來 然後呢 也希望說這張圖片不是這樣子 你看這邊靠得好近 都有壓迫感嘛對不對 然後我又希望說這個圖能不能加一點 什麼東西感覺它有一點點質感 嘿 接下來就是屬於CSS了 來 教各位怎麼設CSS 也是一樣 要先設規則 全部 點到全部 好 呃 對不起我原先的規則 因為剛剛沒有儲存 所以現在又沒有 所以沒關係 我現在加 跟這個圖片有關的規則 新增規則 點一下 那 我說還是先用類別 好 這時候呢 一樣用我的名字開頭 我的名字縮寫開頭 IC1 好 比如說呢 我要希望說這張圖 加個邊框吧 所以我就要 img 然後boulder 可以嗎 好 我的命名方式是這樣子 我的IC1 縮寫放前頭之後 每一個組合字的開頭的英文字都大寫 有沒有 其實這有很多現在目前語言規範是 希望你這樣用 但是不強迫 因為你這樣子弄 你才會知道說 哦 img img 這是一個字 boulder是一個字 你就比較好從英文去解釋 哦 這是屬於圖片的邊框 然後是你自己設定的語言 好 確定 你看他是不是有 這邊 style出來 然後多一個人的名稱 你設定的名稱出來 這邊也有 好 然後接下來是這裡了 但是 圖片幹嘛設字型 圖片不需要設字型嗎 現在我們要設的叫做 邊框 好 我希望邊框的 出細 有 上 圖片的上 右 下 左 有沒有 你如果 你希望邊框的線條 格式 style是線條格式 none就是什麼都沒有 當體的就是點狀的 它是 框是點點點點點點點 這樣子的方式 或者是 dash dash 是 橫短線 空一下 橫短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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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拼出來一個框 那 sully的 sully的就是 實線 sully的就是實線 以此類 我介紹double就好 double就是 雙線 可以嗎 好 假設我用實線好了 而且我這邊都全部一樣 所以每一個 我的上面是實線 右邊下面左邊都是實線 寬 線的寬 假設我就設1個像素 就好 顏色 假設我設 不要完全黑 稍微有一點點 灰 好 確定 規則設好了 但是這個規則還沒有完全 我等一下還會再加 但是我先設好了之後 這是規則設好 但是還沒有套用 所以我現在點這張圖 再 類別 它的類別在這裡 你要找到類別 下拉 iC1 iMG iMAG boulder 等一下 各位看到黑框了嗎 但是黑框這裡 好像也沒有特別好 來 我再增加喔 看一下 一樣 我把這個 這個 按比 再繼續修改喔 看我修改成什麼樣子 接下來我 剛才邊框設了 我再移到方框 方框這邊有一個所謂的payting 這邊有所謂的marget payting是什麼 payting是 就是我現在套用的這個東西 跟剛才的邊框之間的距離 就是裡面的東西跟邊框的距離 叫做payting 那marget是什麼 marget就是邊框跟以外的距離 這樣理解嗎 我先 marget已經不設 我先設payting就好 比如說 我可以設 5 確定 我確定 因為設了規則 可是因為這個 這張圖已經套了那個規則 所以我直接按 確定 它這邊就 出來了 感覺這張圖已經加了 有沒有有點像那個照片 我們以前那個 拍的底片 重啟出來 那個照片 不是我外面 外面白色的邊框嗎 就感覺有點那個質感 有沒有 好 但是這個字還是貼得那麼緊 有沒有看到 上下都貼得很緊 所以呢 我可以再繼續修改 我讓它的 方框裡面的 marget marget 我就說是框跟以外的 比如說我設到 好 10或20都還可以 確定 好 假設你覺得20 真的太大了 我是設10 可以從這裡蓋 因為marget還在這裡 所以就可以從這裡蓋 有沒有 有點距離 這樣就會好看很多 然後你看 我把它促成inf12 你感覺這張圖片 比較有質感一點點 有沒有 所以這就是一種設 你當你的邊框 你不要設白色 你不要設灰色也可以 你設其他顏色 都可以 設雙線 設點點點的線 設dash的線 都可以 這就在CSS裡面設 然後以後 比如說你在你的網頁當中 插入完一張圖片 你這幾張圖片 都可以套用同一個規則 就很方便 要修改 大家就一起修改 對不對 就很方便 好 這就是 簡單的一個圖片 我們加一點點的CSS 就有不同的效果 各位可以試試看 好 來 謝謝